SHE移动城堂演唱会即将到台北小巨蛋 经过另一人创的香港 沈阳上海巨人演唱后 回到了家乡台湾 更是让SHE兴奋 而台湾的歌迷也烈烈欢迎SHE回台 更准备要在12月16号 嗨三巨蛋 而SHE三个人一身可爱的学生装打扮卸身舞台 为已购买台北演唱会门票的歌迷们签名 而当天公司还公布了三人私下的照片 当说到他们对彼此说的真心话是 号称爱哭鬼的Selena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很开心啊 我们是对彼此讲话的时候感动落泪了 看到照片觉得很好笑 因为那都是我们在部落格上面的照片 感动的话是因为 其实我很妙 只要每次主持人问我们一个问题说 对彼此讲一些真心的话 他们还没讲我就已经开始流泪 对 为了一个这个病 他被哭泡 我们把一些最好的真心话讲出来 然后堵住我们在嘴 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开始眼泪盈眶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 卖脑卖脑 不要讲 不要讲那种 太过于煽情 或是太过于真心的话 结果可是不管他们讲什么 我就会开始掉眼泪 我觉得这种东西要忍住 因为要哭的话 真的会一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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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们两个刚刚自己有忍住 对 我有忍住 要不然我会受不了 对 演唱会嘉宾方面一直是个谜 SA之一表示 舞蹈开场那天 不会公布答案 另外演唱会中 Selena一叠韵语形象 苦恋舞蹈 将帅气 由美与性感 几位一身 更是突破她人生 寻思尺度 秀出了一双美腿 泰国演唱会的歌连 都大夫她性感过人 其实我那一段舞蹈 一直都是比较性感的 然后大家都 有些人看过片段 有些人看过照片 所以这一次的舞蹈 我会加一些东西 至于会加什么样的尺度 或是朝哪个方向努力呢 就是大家来看了就知道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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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